六天定名郭逸文 近前因為媽媽破壞的關係 用媽祖下完 結果媽媽的身體可以回復健康 在媽媽漸漸空虎後 因為去年開始 進行四天三天 專等一百七八公里的渡部孫安 三十好齊氣 在七月就讓吉哈為六天去走 派到媽祖一路走 郭逸文套早就出發 準備渡部到家裡工作 工作 六天定名郭逸文 近前因為媽媽破壞的關係 是向媽祖下完 祈求媽媽的身體回復健康 在媽媽漸漸空虎後 他也開始排到媽祖 都不孫安 從六天走到當中 港口氣溫較早 今年也已經是年少第二年了 就在我母親生病的時候 有許願 所以我母親的病如果好的話 他輕微中風 然後如果好的話 我想說媽祖要讓我做什麼 我都可以 然後就在一個姻緣的機會下 然後認識一位江師兄 然後他也是背著一個教 背著教然後再塗附 然後我就請益他 然後這個教要在哪裡做 然後也在一個姻緣的機會之下 我剛好去那個店的時候 剛好有一座現成的教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不是媽祖 在指示我該是徒步的時候了 媽祖的重量包含教的話 在23公斤左右 然後全程來回四天 總共178公里 可能得到媽祖的保佑吧 然後當你媽祖背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腳 真的非常的輕 然後當你這座軟轎退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腳 那個腿部啊 就會有一種很重的感覺 郭宜文表示 這都不算我們的新聞 將會起床走三年 未來如果是總統還可以 他希望可以繼續走下去 新中華新聞 創龍千 六港 彩虹波登